中超联赛进入到第二阶段 首轮真冠组四场比赛 貌似两场强弱对话 其实也暗藏冷门 而两场强强对话 更是充满了全念与未知 精卤大战 上海得比 谁能掌握先机 可谓玄机四伏 保机组四场比赛 从比赛过程到比赛结果 首回合的决战 更让球迷牵肠挂肚 无论是第一阶段 一场不胜的天晶 还是差一步就挤身真冠组的深圳 都希望能借助第二阶段两个回合的比赛 淘汰对手 保存自己 第二阶段的好戏即将上远 到底结局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斯坦利叔叔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首先呢 让我们来看 保机组的一场比赛 天津泰达迎战深圳 佳兆业 双方首回合对决 对于天津泰达来说 尤其关键 在第一阶段 天津泰达对14战 仅取得了三平十一复的成绩 B组垫地一场不胜 如果在与深圳 佳兆业的比拼中 不能支持后勇 那么金门虎就将是 最大的降级热门 作为中超常年的保机专业户 天津泰达这一次面临空前的保机压力 在近期 与山东鲁能的热身赛中 泰达以2比5 再吃败仗 给球队第二阶段比赛 蒙上了阴影 不过稍感欣慰的是 球队两名外援 前锋立马和索亚雷斯 双双取得进球 尤其是索亚雷斯良好的状态与表现 让全队信心大增 在与深圳队的两场搏杀中 索亚雷斯的表现将是决定性的 一旦他能够提振球队的攻击力 对于深圳加招业而言 第一阶段他们取得了 5胜2平7负 及17分排名第5的成绩 险些打进真冠组 从整体表现来看 他们的阵容实力与战斗力 超出金门虎一大截 尤其是老将高林等人 焕发第二春 中生代金进道 毕金浩等人贡献了高光数据 而诸如韩家琪和铜雷等人 纷纷展露头角 第一阶段天津泰达打进8球 是30球 而深圳则打进20球 无论是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深圳都占据了较大的优势 首回合两队展开比拼 深圳的迎面较大 第一阶段大连人只收获了 两胜5平7负 及11分小组第7的尴尬成绩 特别是被实力不如自己的 负力双杀 大连的战绩显然无法 让各方感到满意 尽管如此 大连人的表现并非一无是处 在防守端 大连今年场均15.7个抢段 还在联赛第二 大连今年场均415.4次传球 8.1次关键传球 12.84射门都排第六 一看的是大连人只能打70分钟好球 后20分钟的防守端 则屡犯低级错误 这一问题的产生无疑与 贝尼特斯执教理念与风格有关 对于替补球员的使命 与关键时刻的临场指挥 缺少心意 让人担心这支球队在第二阶段 会继续陷入后20分钟的无所作为 大连人的新洋枪 土耳其菲利巴赫队的汉将 贾尼松紧急加盟填补哈姆希克 这个中场发动机的空缺 或使大连人的三条线衔接方面有所改善 本赛季中超升班马永昌 第一阶段他们斩获了四胜五平五负 即十七分排名第六的成绩 整体时率与大连人相比并不弱 尤其是石家装永昌的五个外员各有特色 后卫苏索强壮反应快 覆盖面积大 后腰 罗公罗络组织意识好 但跑动意识差 中场目的旗覆盖全场有爆发力 但年龄偏大 前腰队长马修斯 类似于老年牌的特谢拉 但不太好防 稍微不留意就可能让对手吃牌 而年轻前锋奥斯卡脚下技术不弱 可惜因为伤病斩不能出战 如果大连人能够制定有针对性的进攻防守策略 想必他们不会空手而归 当然一旦大连新洋枪贾尼松能够迅速融入球队的战术体系 那么石家装永昌将要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 河南建业武汉卓尔 两支球队在第一阶段的战绩 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反差 河南队在A组中只拿到了1胜3平10负的糟糕成绩 而武汉卓尔则收获了5胜2平7负的较好战绩 对于河南主帅哈维尔来说 虽然对武汉卓尔做了不少研究 但对于河南建业攻防两端的孽迹 在短时间内也拿不出更加有效提升的措施 在硬实力无法立竿见影的情况下 摆在他面前的就是在精神与作风层面 使球队有一些看得见的变化 那就是集中精力把全队动员起来 团结一致 努力找回曾经的信心和精神 营造积极向上的球队氛围 使专制各种不服的精神恢复如初 第一阶段武汉卓尔是典型的高开低走 一度紧随上海上岗和北京国安两强 位列B组积分榜第三 但遗憾的是最后六轮武汉卓尔遭遇了 六轮不胜和四连败 最终排名小组第五 失去了进入中超第二阶段 真冠组的机会 因为战绩不佳 何赛中途下克 前辽卓队员庞丽将与中方教练组一起 带领武汉卓尔为宝级而战 对于教练组来说 面对河南监业这样的一支宝级经验 十分丰富的球队 要想在首回合战而胜之 难度不小 上三季两队两个回合都互交白卷 此番队类但愿能够分出胜负 青岛黄海广州复利 第一阶段青岛黄海取得了 两胜四平八复的成绩 排名苏州赛区第七 虽然不算特别理想 但青岛黄海在吴金贵接手后 整体状态有所回升 特别是逼平上岗 国安这两场战役 至今仍令球迷津津乐道 但因为遭遇了六连败 使得球队在征战第二阶段的比赛时 蒙上了心理阴影 值得注意的是 青岛第一阶段末尾 引进的西元 波波维奇和拉多尼奇 在训练和比赛中都非常不错 再加上米拉娜的发挥 球队有望在于广州复利的比赛中 避免七连败的尴尬 当然青岛队要想有所作为 还需依靠亚历山德里尼以及王栋 朱建人等核心球员的出色发挥 然而由于周正要受回避条款影响 不能出战与福利的比赛 这多少也给吴金贵的排兵布阵 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作为升班马的青岛黄海 第一阶段赛事 各别场次表现抢眼 尤其抢断成功率的数据 排名全中超第二 仅次于北京国安 这也给吴金贵增添了一些宝籍的信心 对于福利来说要想实现宝籍 摆在范帅面前最大的挑战 就是除了做好技棧树磨合之外 让伤病球员及时恢复 能够参与比赛 在扎哈维和萨巴 在对以色列双子星离开之后 福利全队的精神层面不降反升 大为改观 凝聚力和团队战斗力都得以爆发 为求宝籍 福利从重庆当代租借了波兰中厂阿德里安 从亚太租借了荷兰前锋日夫科为奇 加上之前从鲁能引进的宋文杰 福利在进攻端的补强动作不小 如今就要看新元加蒙尼后的化学反应了 让人担忧的是 第一阶段福利几名核心球员出现了伤病 特别是阿德里安和登白莱的伤病 会否影响到首回合的出战 令人关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真冠组的四场比赛 河北华夏对广州恒大 A组第一与B组第四之间的争夺 似乎并不存在什么悬念 但第一阶段最后三场比赛 华夏豪夺三连胜的精力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都会让任何一支球队不敢小看他们 尽管与恒大相比 华夏的实力并不在一个档次 再加上高拉特因回避条款 只能在与恒大的比赛中高挂免战牌 但总体来看 河北华夏的实力并不弱 马尔康 图雷 宝利尼奥 再加上梅米什维奇 即便高拉特的回避 华夏依旧有四万元 未尝没有机会 当然就整体实力而言 华夏仍弱于恒大 而两回合的比赛 意味着爆冷的难度增大 对于广州恒大而言 即使高拉特无法提前回归 未免冠军的阵容依然非常强大 还是争冠第一热门 其中三大外援和四位规划球员 就是最大的底气 本赛季中超联赛第一阶段 恒大11胜1平2负 积34分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 提前四轮晋级争冠组 而在足鞋杯战场 恒大表现同样强势 2比0轻取河南建业 顺利挤身16强 值得注意的是 广州恒大虽然 影源方面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在年轻球员方面 却呈现出新的亮点 恒大在第二阶段开赛前 提拔了15岁的李星贤 以及16岁的万利凯 两名足校小将进入一线队 他们将随恒大出征苏州 不过第一阶段后半程 阵容豪华的恒大也暴露出了一些隐忧 其一是左后卫的隐患 其二是球队的士气隐患 要知道塔利斯卡和张宁鹏本赛季 都有神经刀的属性 阵容豪华的广州恒大攻守两端 依然有令人担忧的一面 这或许会让卡纳瓦罗更加小心近身 山东鲁能对北京国安 金鲁大战是第二阶段进入到淘蔡赛之后 最具悬念的比赛 本来金鲁交锋从来不缺少看点 而最锐利的国安锚 与最稳固的鲁能盾之间的针锋相对 无疑是比赛的重大看点之一 北京国安本赛季目标很明确就是冠军 上个赛季开局十年胜之后 原本以为冠军已是囊中之物 但是下半程直接掉链子 有意思的是第一阶段打进36球的国安 是中超最利的锚 仅是11球的鲁能则是最尖的盾 金鲁对决演绎过不少经典场面 而这一次的交锋无疑看点更足 全面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 在第一阶段联赛中受伤的球队核心 奥古斯托目前尚未参加球队核练 从奥古目前的状态来看 想要赶上与鲁能队的首回合比赛难度很大 在第一阶段联赛中 国安多次出现领先后 被扳平和反超一幕 对于这个问题 国安主帅热内西奥如何对阵下药 无疑会成为看点 排面上金鲁两队可谓各有优劣 国安这边因为规划球员的出现 国安得以收获8万元豪正 在两回合的比赛中 国安显然可以有更丰富的战术体系 对于鲁能而言 即便换帅 豪威也可以延续此前李肖鹏的战术体系 一招边中结合足以克制国安的防线 过去几个赛季 鲁能也一直沿用此招 屡屡奏效 佩莱 菲莱尼的身高优势 结合格德斯 浩志明等人的推进能力 将给国安破解难题带来挑战 因此在状态和战力五五开的情况下 两队谁能克制对手 全面颇多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在假A时期 还是在中超年代 山东鲁能最不惧怕的联赛球队之一 正是北京国安 而在近几个赛季的历史战绩中 鲁能也是稍稍占优 最近12次交锋 鲁能取得了5胜4平3负 总体上来看 首回合比赛 两队谁都没有绝对把握战胜对方 上海生花对上海上岗 第二阶段淘汰赛制的首回合大战 穷民们就要看到一场最激烈的得比大战 上海得比相比北京得比 广州得比 山东得比 上海双重的厮杀多了不少火药味 也增加了不少不确定因素 第一阶段惊险达到大连赛区第四名 生花搭上了前往苏州赛区 真冠组的末班车 同城对手上岗却稳居小组赛第一名 在双方最近八次交锋中 生花战绩为一胜七负 其中1819赛季双方交手四次 生花遭遇对手的双圈双杀 只打进一球 但是生花唯一的一次胜利 让他们拿到了足蟹杯冠军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崔康熙接手生花之后 第一次和上岗队比赛 在生花的阵容中 外援马丁内斯和柏拉尼奥斯都是刚到队不久 尽快帮助马丁内斯和柏拉尼奥斯找到状态 并融入到战术体系中 是韩国人的耽误之急 对于上岗队来说 今天的得比可以说是真正的遭遇战 四次三将是上岗队主转佩德拉的首选阵型 王伦超和傅欢两位专职边后卫 在第一阶段的赛事中表现出色 也有能力抑制生花边路的进攻 尤其是曹云定所在这一侧 封线上安排两名边峰 不但可以利用对手边后卫喜欢压上助攻 而出现的身后空档 同时也可以起到抑制对手边路进攻的作用 上岗队破密集防守 也需要边峰和边后卫的协作 再加上奥斯卡和穆依这两名中场球员 喜欢活动到有球一侧的边路 可以集中兵力在内部寻找撕开对手防线的机会 最后是重庆当代对江苏苏宁 第一阶段江苏苏宁拿下了七胜五平两负 即26分排名A组第二的佳季 尤其是他们战胜了广州恒大 山东鲁能这样的强队 更是让球迷欣喜 而重庆当代也收获了七胜三平四负 即24分排名B组第三的成绩 因此两队之间的比赛可谓针锋相对 中超第一阶段比赛 江苏苏宁阵容稳定 并没有太大的伤病 所以在第二阶段开赛前 江苏苏宁并没有补爆球员 从外援的配置来看 米兰达在防线上不可或缺 新元瓦卡索渐入佳境 而特歇拉 艾德尔和桑蒂尼的三叉级配备 更是完美互补各有千秋 这样的外援组合至少本赛季不需要变动 同时他们的实力也堪称中超顶级 在奥拉罗游的指导下 江苏苏宁的战术打法已经非常默契 这也是他们在第一阶段保持稳定战绩的原因 能否延续这一稳定的状态值得关注 从纸面实力来看 重庆当代的实力稍逊一球 但对于很多重庆足球人来说 重庆能在第一阶段取得六连胜 位列B组第三的成绩 足以证明他们并不惧怕任何对手 不过由于第一阶段最后一场比赛前 重庆将中场核心梅泽耶夫斯基租借给了复利 对于张麦龙来讲 目前确实还没有找到能够替代他位置的球员 国内球员中尹冲耀可以胜任前腰 冯健也不再固守边路 但要想串联起前场的进攻 还需要更加努力 以上就是中超第二阶段 八场比赛的赛事前瞻 那最后呢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